为什么成就本尊十分重要 所有的需要帮助者 都是冤亲债主在讨债 都是后面有那些过去式的因缘 在作用着他们 所以你帮他们那些冤亲债主 那些众生就在脑害你 把别人的烦恼变成了自己的烦恼 所以越帮越烦恼 这是因为什么 你只用了自己的一己之力量 你自己个人的力量在帮助别人 所以这样不但你自己不能成佛 你今生可能还退到 为什么 帮到自己的业障中了 被张住了 所以这是没有智慧的人 那么我们有智慧的人 要学会的借助法界的力量 法界有什么力量 有一些跳童的 他们是借助动物灵体的力量 坐在自己身上 也就是动物 他们也是可以从身内修出静气身 但是他们成就的静气身 基本上是叫仙体 什么叫仙体 就是他还不是修本身法 也不是修大成就 成就的身体 而是灵魂出体 那么他们也希望建功立业 所以他们附在人的身上 假装观圣音菩萨 假装其他的圣者 所以这些是什么 凭借着不是自己人的力量 是凭着神的力量 神明的力量 那这些好不好 不好 这个叫妖言惑众 妖气满天 邪魔外道 这在道门中都吃着为三千六百旁门 叫旁门左道 说我们修行正法的人 不能走这个路 说我们要借力量从哪里借 我们不能借这些的低灵层次的 连人的人身还得不到的 福报连人都不如的 说我们要借什么样的力量 我们要借圣者的力量 这就是四圣众的力量 这在我们佛法中 就是借助阿罗汉的力量 借助菩萨的力量 借助什么 借助佛的力量 因为阿罗汉 他不太容易被你借 为什么不太容易被你借 因为他不想度众生 阿罗汉是出了六道轮回 不度众生的叫阿罗汉 所以说我们大部分的本尊 都是菩萨级以上的 因为菩萨的心愿 就是度众生 你的心愿也是度众生 是不是 你去提醒他 做他的化身 然后诸佛菩萨特别的欢喜 无代价的 无条件的 来和你相应 所以大家要知道 我们修本尊 都是修菩萨 修佛 这个层次的本尊 借助本尊的力量 来帮助可怜的众生 完成西增怀珠四法 产生神通力 大神力 欢迎点赞 留言 分享 弘扬阵法 广结善缘 功德无量